好 主播俄罗斯今天宣布了对乌克兰开战之后呢 全球股市出现了大跳水 周四最新开盘的美股四大指数全面都是重创下跌 道琼一开盘就狂下了800多点投资人窜逃 而标普500重挫2.5% 目前下跌102点 而以高科技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也大跌2.5% 而至于千动半导体产业最指标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也跌近3% 而普清宣布开战也冲击到了俄罗斯的两大指数 以美元计算外国投资人偏好使用的俄罗斯RTS股票指数 更一度狂卸了近50% 同步创下时尚最大跌幅 而其实从俄罗斯乌克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温以来 美股最近几个交易日卖压都相当的重 再加上欧美对俄罗斯扩大制裁的话 将冲击半导体手机不锈钢和电动车相关产业 而美股的走势也将牵动到明天台股的表现 有更详细的财经讯息也将持续带你来掌握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